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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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五千年 毅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吳偉榮篇道 陝西文變 明朝萬曆天啟年間 政治腐敗 地方官吏貪污舞弊 賄賂功行 萬曆年間 萬曆帝以徵修抗稅雙稅為名 派遣橫官到民間搜刮 這些抗鑑瑞士此世橫行 已經令到民怨沸騰 後來由於要應付寧夏波州的叛亂 又要出兵援助朝仙 抗拒建州女真等等的軍事開支 朝廷為了解決財政困難 向民間加徵附加稅 其中影響最大的 是三次加徵 遼響 即是向全國的農民徵收附加費 每某田加徵若干 朝廷聲明 遼東平定之後 回復原額 但是遼東的戰爭不但沒有平息 而且戰事逐漸擴大 因此遼響不止沒有取消 反而連續增加三次 令到農民的負擔白上加根 而且地方官府乘機免財 邊防將領黑扣軍響 這些民之民高 多數流入私人手中 軍隊一直欠良響 不滿的情緒越來越嚴重 在柯捐仲稅貪官污吏的壓迫之下 不少逃兵、流民、集結成為土匪、盜賊 特別是一些山區和窮鄉辟讓 兵匪勾結、盜賊橫行 編啟後期 陝西省連續幾年發生災坊 陝西原本已經土地貧隻 老百姓生計困難 加上災坊 情況就更加嚴重了 陝西各府各縣都有大批流民、逃兵 有些人開始落草圍購、搶掠市鎮、村莊 到了崇禎元年 落村、淳化、三水、掠陽、耀州、韓城、移君、石泉、衰德、銅關等周園 都有大批土匪活動 而且不斷蔓延、擴展、官府束手無策 當時陝西場案李應祺向朝廷上了一篇奏章 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蓋自邊疆多時 征兵征響 呂嚴十七九空 更與年年空荒 災以繼災 至今歲而酷烈異常也 甚至奉、漢、興安、秦力賢慶、平良、以抵西安 但見五月不雨 以至於秋、三伏抗旱、和苗進夫 赤野清草斷煙、百姓流離、樂役再度 每一經過處所 災民數百成群、擁到高震 近且賢安之怡、樂等處、西安之韓成等屬 報有結年回落、將其明金動以百計 白袖漂略、弱欲強食 蓋機逼無聊、挺而走險 與其隱惡待斃、不若搶掠狗活、接惠如也 李應其認為 陝西民間杜匪橫行是由於苛捐集稅 加上罕災所促成的 而且局勢已經十分嚴峻 在此時陝西、興陽州城外面來了兩個逃兵 他們是兩叔侄,但童年出生都是二十二三歲 他們姓李、家鄉是陝西省延安府米之縣 叔叔叫做李鴻基,侄叫做李相喜 後來李鴻基改名做李智成 李相喜改名做李過,後來又改名做李錦 李自成李過兩叔侄家境貧寒,十幾歲時替人放羊 由於李自成性格挖強,喜歡與主人家爭執 李過又好勇鬥狠,所以被主人家驅逐 後來李自成應勿去做驛站的驛卒 即是替官府打理驛站、傳遞公民、致養馬匹 兼做招待過路客廂的工作 地位低微、收入微薄 而且馬匹走失或無故死亡還要賠償 由於政治腐敗,驛站的驛卒很可能從事一些非法勾檔 例如開賭,經營記債,甚至勾結土匪搶掠客箱之類 李自成兩叔侄有沒有做過這些事已經無從稽巧 但是李自成因此就結識了不少江湖浩傑 了解當時的形勢 實情是如何也無法查證 總之李自成兩叔侄逃避官府七步去到慶仰 李自成兩叔侄逃避官 李自成兩叔侄逃避官 уль旗無所謂為ander 二叔,我們終於來到慶陽城外了 是啊,雙喜,我們到了慶陽了 快點來看告示 那些人在那邊看什麼? 城門旁邊,貼了幾張告示 告示? 上面畫了幾個人的圖樣,我們過去看看 二叔,二叔,是不是通緝我們的? 你傻的,這裡又不是延安府,怎麼會通緝我們呢? 來,過去看看,好啊 這幾個土匪真是兇惡 是啊,惡則教官 二叔,這幾個人是什麼人? 帶頭那個叫做闖王高刑場 闖王高刑場? 這個闖王高刑場殺人不眨眼 他手下有上千人,連官府都沒有他收 是啊 是啊,是啊 咦,這裡還有一張告示 甘肅巡虎梅大人招募勇士,竹拿闖王高刑場 甘肅巡虎招募勇士? 雙喜,我們去謀個差事 日後可能會飛黃騰達都不行 是啊,去巡虎衙門頭軍,好過在驛站當差 是啊,去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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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改過個名,一起去投軍,好 小朋友 高刑長,你別走,讓老子來收拾你,上起,我們上 是 老子,你們兩個跌咎,竟然苦苦醉滅,好,你們兩個想來受死 高刑長,懂得脆的就立刻束手就擒 笑話,有膽就放馬過來 高刑長,為什麼你忽然不關情了手,而且養天大師 你們兩個瘋狗,身手不錯,我燒你們甘心為官府賣命 老兄,你們替官府賣命有多少鳳樂感,就算你們捉到我高刑長,功勞又歸誰 官府裏面的老爺,吃的穿的煮的用的,都是百姓血汗之高 什麼時候輪到你們這些兵兵分享分毫 你們這麼努力,看他們立功,實在太傻了 二叔,你說得挺有道理 沒錯,有道理,有道理 好,劉慧,後會有期 哈哈哈哈 你忽然,你忽然,走 呀 啊 高大哥 我们两叔侄细心想过 与其替官府卖命 我们不如追随大哥你 乐得逍遥自在啊 那些官老爷 当我们牛马一样 我们替他们卖命 简直是自取其辱啊 嗯 你们想得通就好了 以后你们两叔侄 就留在山寨 我们有福同享 有我同当 知道吗 是 我们以后会尽心尽力 追随高大哥你的 没错 当今天下官逼文犯 正是英雄豪杰 忠患辞情的大好时机啊 知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崇禅二年年底 或者是崇禅三年年初 李自成李过两宿侄追随厂皇高盈祥正式落草为购 有些说法说高盈祥是李自成的舅父 但是另一些资料记载 李自成的母亲姓石 也有说法是姓金 是米之怨人 而高盈祥就是陕西安寨怨人 天啟年间已经落草为购 是今天陕西甘肃两省交界的著名马策 号称厂皇 李自成李过加入厂皇高盈祥马策集团之后 深得高盈祥信任 结为兄弟 李自成改绰号做厂将 李过改绰号做一只虎 李自成改绰号做厂皇后 在崇禁元年秋天 后今天冲寒皇太极出兵妖道蒙古攻入中原 大事妖乱 镇守陕西甘肃的将领都纷纷领兵入京勤王 陕西甘肃各地的土匪马策有机可乘 虎谷怨人黄家印白水怨人黄二召集图兵 毛乃失业农民几千人攻打 澄城、淘城、疑军、寒城等员 略夺了不少粮食材物声势非常浩大 王家印联络陕西甘肃各地的土匪马策首领互相呼应 同官兵对抗 受王家印号召的有王左卦、高盈祥、点灯子赵胜、 紫金梁王智用、八大王张献忠等几十人 土匪首领互相呼应局势不可收拾令到明朝陕西官府十分震惊 三边总督无之望,在惶恐之中自杀而死 朝廷任命杨鹤继任三边总督,全权处理陕西甘肃绕匪军务 杨鹤到任后采取以招抚为主的方法 但民间生活困苦,土匪受招抚后无法尋找生计 所以很快再次反叛、招救劫略 杨鹤一筹莫展 在这个时候,明朝派了一个官员出任延衰秦府 这个官员叫做洪成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洪成筹是福建省全州府南安苑人 洪家原本是本苑的乡身,但已家道中落 曼曆四十四年,洪成筹中了二甲第十七名进士,当时只是二十四岁 中进士后被派去刑部 洪成筹在刑部任职六年,再调派去浙江 天啟七年,又调派去陕西扮理军粮 洪成筹精明能干,而且勤肯謹慎 但是不懂得奉迎上司,所以做官十一年,仍然只是中级官员 崇禁三年年初,洪成筹得到三边总督楊鶴推荐,出任延衰巡虎 延衰镇管轄陕西北部的延安、衰德、余林等虎州远 地方贫赤,人民穷困、土匪众多,形势十分险恶 洪成筹到任后,召集部属商议绕匪安民的方法 各位同僚,本院奉命巡虎言衰 希望能够尽快肃清扣策,保警安民 各位都是延衰的地方官,对本镇的情况一定疗如指掌 延衰境内,究竟有多少股土球,哪一股最猖獗 杜总兵,你说,末将杜汶湾启品巡虎大人,延衰境内最强患的土寇头目就是王左卦 王左卦?是,王左卦是清贱园人,由崇禁园年起,在南面的宜村 真灵,三水等人之间最终劫略,他们行动飘忽,而且王左卦和看财王家仁 高刑长互相呼应,最近听闻高刑长的兄弟李志成,替王左卦训练兵马,实力更加頑强 各位,本院决定肃清延衰的土球,就由剿灭王左卦入仇 杜总兵,本院打算去王左卦经常出没的地方巡视,筹划破财的方法 是,秦虎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虎大人 这座山谷就是王左卦匪党经常出没的地方 杜总兵,这座山谷形势险谣 王左卦的山寨一定在山谷里面 大人说得没错,山寨就在山谷深处 好,王左卦匪党的梁草油盐都要靠外面供应 他们出山谷略,外面一定有日通消息 好,杜总兵灾 本院决定,本院决定派重兵驻守谷后,撤断所有入山的途径 王左卦公应断住,必定要出山头河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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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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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高大哥,高大哥 什么事? 王家人大哥他已经被洪城囚派的奸细杀死了 哈,王家人被洪城囚害死? 是啊,几个月前,王左卦大哥被逼向洪城囚投降 结果押去西安府斩首示众 最近王家人大哥又被洪城囚害死? 看来我们要在陕西蜡烛越来越艰难了 嗯,知诚,洪城囚阴险鬼诈 听闻说朝廷打算将陕西兵权交给洪城囚掌管 大哥,我们无谓跟他硬拼,走为上计了 是,山西地方富庶,而且官兵比较少 我们可以转移去山西,一定更有作为 好 洪城囚在陕西北部屡次剿灭汉匪 洪城囚在陕西北部屡次剿灭汉匪 令到陕西的土寇纷纷转移去山西 崇禅帝对洪城囚的剿灰成果十分赞赏 崇禅四年九月任命洪城囚接替杨鹤 出任三边总督,主持剿灰军务 中华五千年之陕西文变 是由丁家商、李仁杰、陈炳球、曾永强、札耀辉、朱曼子、林友荣、温泉等联合播演 现在经已播放完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仁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仁杰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